学会我颤真颤 娶了这个老婆 你已经嫁给这个男人了 这就是你的因果 有什么可以怨 有什么可以恨的 你们要学会不要怨 不要恨 要用佛法的力量 来改变你的生活 来改变你的一切 那就是你的胜利 如果你改变不了 那就是因寻 就是寻着这个因果的因 再走这条路 你没有办法 就像被人家牵着走一样 要学菩萨的大心量 无烦恼 不要怨天尤人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经常怨天尤人 一会儿说 这个事情怎么办啊 一会儿说 我真倒霉啊 我不开心啊 这就是种下了 六道轮回的果因 师父过几天 还要跟你们讲得更深 把他展开讲下去 你们知道 因寻再走下去 会把你们带到什么地方吗 你们都不知道 怨恨到后来 会造成你 进入六道轮回的因啊 不能怨人家 经常怨人家的人 慢慢的会轮回到因果里面 而且经常怨人家的人 会产生恨 师父下次告诉你们 麻烦到最后 会造成什么样的果报和变化 怨恨会在你身上 造成什么样的因果 这很深啊 你们要好好学 我们要真修 真颤 不断要真正的去修心 我们还要真心的去忏悔 要让自己和别人 这辈子都无怨无悔 今天 夫妻两个能够成为夫妻 你就不要让对方怨恨你 不要让对方觉得 你做了很多后悔的事情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憋不住了 你就讲她一句 你就讽刺她一句 你知道 你太太脾气很坏 一不当心 她就把东西砸过来了 把你的眼睛砸瞎了 或者 把你的头砸破了 你就后悔一辈子 她也后悔一辈子 师父前几天 给一个人回信的时候 那个人就是这样的 夫妻吵架的时候 老婆碰到桌子上 把身体弄残了 从此以后爬不起来 师父希望你们做事情 不要让人家后悔 也不要让自己后悔 要懂得 你被人家欺负 是很正常的 那是因为有冤结 随他去 你被人家欺负了 又怎么样呢 因为这是人间 当然会被人家欺负 你想不被人家欺负 你有本事 你下次就不要到人间来 你来到了人间 你就会被人家欺负 因为这是人道 我们要学佛 就是不能和其他众生一样 因为你们现在 不是一般的众生 你们是觉悟的众生 觉悟的众生 已经进入佛道了 你们如果跟人家都一样 那你们不就是一般的众生吗 师父把忏悔两个字 分开分析给你们听 忏 就是忏我们过去做错的事情 忏尽以往所造的所有的罪恶 毁是什么 就是毁其后过 毁我已经做过的事情 我很难过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已经是造成了这个因之后的果 才称为毁 忏悔就是说 你要深刻地理解 你做错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所有的一切罪孽 必须忏悔 即以觉悟 当你完全想前顾后 想到 我不该去做这件事情 又想到 我以后真的 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了 你才会慢慢地觉悟 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 我今天去做点坏事 然后 我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 我就可以忏悔了 师父明确地告诉你们 这是不行的 罪孽会越忏越大 本来做错一件事情 我忏悔了 第一件事情 百分之九十忏悔掉了 剩下百分之十的罪孽 然后 我又做了这件坏事 那么 你忏悔掉 百分之八十 还有百分之二十 接着 你又做了这件事情 那么 你只忏悔掉 百分之七十 按这么个比例往下跑 想想看 等你把这件事情 忏悔无数次之后 你这个罪孽 能不能消掉 要懂得 一个人在忏悔的时候 他心中 必须要跟菩萨说 今夕永断 更不复生 我一定 永远不再做这件事情了 这样 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 才会把你所有的罪孽 全部消灭掉 很多人 是这里在做坏事 那里在念 礼佛大忏悔文 今天嘴巴里骂人 明天又去念 礼佛大忏悔文 到最后 你说 你念礼佛大忏悔文 还有没有用 一个人 想修到天上去 谈何容易啊 师父如果 能够在天上 有这么个果位 不知道修了多少事 你们才修了几事 你们今天 能够在师父身边 成为弟子 都不知道 修了十几事了 还修成这么个烂样子 想想自己 身上有多少毛病 你们改得了吗 因为有向的忏悔 你就会愚痴 迷惑 颠倒 做错了事情 就说 菩萨 对不起啊 那么 你就会嫉妒 你就会骄狂 你就会愚迷 无相忏悔 是不带任何杂念的认错 我今天错了 就是错了 我真的不做了 那就是 师父讲的心忏 就是我真的认为 我做错了 我真的要改 没有任何杂念 那个我颤 还有一个我字在身上 很多人 跟人家说 对不起 是为了某种目的 因为妈妈逼着我讲 因为有某种原因 控制着我 你们跟老板说 对不起的时候 你们心甘情愿了吗 因为你们不说对不起 工作就没有了 所以 只能说对不起 这些都是假的 学佛人 要用心去忏悔 认错忏悔 要没有任何理由 错了 就是错了 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 骗天骗地 最后骗的是自己 其实你们做了什么 天地鬼神都清楚地知道 就你们自己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 多么会骗人呢 法布施的功德会很大 因为他可以解救众生 弃恶从善 转烦成圣 你们知道 解救众生 是什么含义吗 那是菩萨 当一个人 弃恶从善 是什么概念啊 那是让一个坏人 变成了一个好人 转烦成圣 当一个人 由坏人 变成好人了 他就开始 由一个凡人 转为一个圣人 因为圣人 是不做坏事的 而凡人 还会做坏事 我们要解脱烦恼 要让娑婆世界的人 从黑暗 慢慢地走出黑暗 走向光明 现代人 因为我们的心 不光明 不磊落 我们的心很肮脏 很污染 所以 我们看不到光明 想想看 自杀的人 是不是看不到光明啊 他要是能够看到 还有明天 他看到今后将来 他还会好 他会自杀吗 他觉得黑暗了 结束了 这个世界 没有意思了 所以 他就放弃了人间 他投奔了黑暗 师父希望你们 要懂得 把自己混乱的思维 变成平和 就是平安 和爱 不去贪嗔痴 和人家在一起的时候 和和睦睦 要懂得 改变自己 最要紧 当自己心乱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 我想一想 我不要慌忙 做出决定 我们要把自己的内心的仇恨 变成有爱 从贫苦 变成富足 这些都是 法布施功德 所产生的 当你去劝人家 行善的时候 当你去劝人家 学佛的时候 当你去做 任何功德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富足 你的家庭 会越来越平和 你的心 会越来越平静 听估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